第一步以后我将来要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季节来大海里养老 大家好我是范哥 今天又去了天堂了 碰到了以前去年采访的天堂八两老哥 老哥爱健身会赚钱会炒股 家里已经买了好几套房了 现在是七十多岁了 您看肌肉多发达呀 我们差不多是去年见面的 今天又非常有缘费又见面了 老哥今年去了三亚 现在呀进行养老的新探索 说以后啊要在大海里养老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继续往下听一听 你看多啊 哎呀 咱们探索养老制度 您这下的小麦色呀 好啊 是吗 反正我这七十多了 早上起来一个钟头 晚下午三钟头 然后在谷海里四个钟头 每天等于谷海里四个钟头 大海里四个钟头 我的天 您身体这么棒 不行 因为我七十了 对呀 我将来以后养老怎么样 我是探索去了 后来我探索这 人不能老在一丁而在这 不能老在一丁 没劲 有什么劲呢 你看这这并不是说我不知不 你看天哪 绿柱 宫殿 哎呦都辉煌 多好啊 我不满足 人生我得有追求 这有说 老了怎么办 你看我这个 不是跟你说吗 大海里一说 多好啊 天天吃着海鲜 咱们北京卖那四十块钱一斤的带鱼 这么窄 那大宽带鱼二十 黄花的鱼 二十 二十五 大创鱼在北京里卖多少钱呀 你倒是多便宜 而且出去之后 你看这东北人 人家一月三千多 我一当着一万 我五千多 我在北京一万 您整多少钱 我说五千 他一万人家七千多 八千多一万多 那么高 高中下我在第一档次 我一当着的时候 我发现 我高档次 五千多 我一问 都是三千多 两千多 人家怎么能 在那养老 高高清 还能在那养老呢 对啊 你说人高高清 管吃管喝 而比较一般的情况 管住 一般的一千五到两千 你想想 那个 还挺不高啊 我觉得对于我五千多来说 我当着要按这生活 我每月 我还能付你三千 我当然 还能超股的 超股的 超股是一个 一个爱好 爱好 一个 省得得老年性痴呆 如果要让你选择 你是愿意得老年性痴呆 你愿意超股 还是愿超 对啊 是不是 脑子咬活分 这学习 学习不光学习书本的 还可以学习 你成了这是残酷的 这是血腥味 值十股 你想三千多点 这 这个 一女值在 徘徊二十年了 挺好的 真棒 今年股市怎么样 您吵的 最好不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已经都告诉你了 西负 二平 一上 一上 已经 大家都知道答案 可是大家谁都知道 我是不是比别人聪明 这一点 到 到近年之后 就觉得 哎呦 我还不是那次最聪明的人 太难了 就是师哥里面 他一个 是吧 你想三十二 三千多点 二十多年了 你淘汰 这 这多少 没错 是吧 是 我怎么着 老年你要住养老院 你就每天天花板 这顶着小院里钻着 我这 没愿意住吗 我认为那 那是鸟的生活 鸟的生活 我 我愿意 格局大一点 我现在每一天 我就觉得 在大海里 海阔天空 生了多大 我在家游泳也好 就在大海里 哇 养那朝天 哎 念朝蓝天 被 被靠大海 被睡大海 被睡大海 哎 井哥你还原先不是都说吗 哎呀 鲜花什么 咱们面对大海 春暖花 还有我这中间 他太死了 我还给加几句 你面朝大海的时候 嘿 背躺蓝天的时候 哎 哎 骗 海鸥 海鸥飞过 沙鸥 从你 啪你过去 哇 美 太美了 就是活的画面 哇 在北京 嗯 你能享受这个吗 享受不到 也许 大的也许 那种山村 小村庄 又好得多了 就不一样的感觉啊 慢慢的 我还在探索 第一步 以后 我将来要在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季节 哎 大海里一样了 对不对 这这 这 这雄心装置 他们上情绪装着 咱们这么大字 原因多苦啊 嗯 多累啊 多勤了 多辛劳啊 不过您心 好得一般孩子给养大了 是 而且都孙子伯都还好 都快 和我们都上高中了 你这 你这还得还惦记谁呀 惦记点自个儿吧 自个儿对自个儿好点吧 是吧 对 对自个儿 对自个儿老伴 其实都下辈 是吧 没错 老伴是陪自己一生的 那当然了 那是最珍贵的人 阿良老哥 风趣幽默 这是他真正的老北人 您想认识他吗 对呀 如果您有故事的 也可以自行给我 我们一块聊聊您的故事